大概周末到周末每天班一点 办公室的书柜已经逐渐清空 他是即将卸任的司法院副院长苏永卿 2010年接受马前总统提名任期本该到2018年 不过因为蔡总统上任 苏永卿已让总统有更大用人空间为由提前求去 就要我去配合 变成这个总统改革司法 司法院当成一个配合单位 我有相当大的爱难 这也是我觉得早一点更换比较好的理由 这都写在辞职信里 口头上说是不想让总统为难 但同一时间却也公布5月24号写给总统的辞职信 您面对的困难是宪法并没有直接赋予总统司法改革的职权 录时这部分的唯一途径就是提名改革理念 与您接近的位司法院长副院长 还有报载未来将在总统府设置司改委员会 你可能过度解读了宪法第44条 禁阅了司法院的职权 辞职既不是负责 也不是单纯 急于礼貌 苏永清一改前一天的低调态度 字字句句 抽象啦 昨天总统发言人的发言 不做慈祥 那就是继续往这里走 那我觉得我更有把它说清楚的 必要 就是为什么我要 在这个时候辞职 是依据宪法第44条 那总统有协调院计事务的会商权 对于苏副院长脱离时代价值的谈话 那我们只有遗憾 总统府高分被回击 但被苏永清点名的还有柯建民 苏永清透露司法改革 他上任后一直在做 但人民官审制度的相关法案 却躺在立院三年半 因为柯建民不愿看到这个改革 和马英九前总统政绩一起被评价 不过柯建民透过声明反驳 是因为政府院长为应付就任时 所提出的司改裁机就长才不同意 痛批苏永清昏腰视听无敌方式 司法院的政府院长辞职案 意外烧除案外案